买东东要避雷 可能被人退过 你看里面这个灯还包着包装 包着包装有说明书 这个新灯 刚第一个买灯连说明书都没有 所以说把这个灯买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有时候真是麻烦 所以说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case是在密西 然后今天过来换一个后院的灯 灯已经买好了 灯是LED的 还不错 然后为什么换呢 上面灯破了 破了之后这也是灯套的 然后索性就给它摘下来 换新的就可以了 好 先把这旧的摘下来 这个新灯买过来了 又换了一个 现在给它怼上去 这个灯不亮 这个可能是被人退过的 以后买东西要注意这点 看看里面包装是不是完好无损 对吧 没事 您可以说确实买了一个坏灯 确实耽误时间 刚刚也这么说了一下 然后这个灯呢 就是坏的 打开之后 我看这灯 这儿还有一个小划痕 小划痕 就是说明这个灯是被人家用过 然后最后退的灯 然后客人也没看 仔细看就买了 然后把这 然后这里面还有这个 所以这都不是它这个原来的零件里单配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这肯定不是一套 对啊 然后这个呢 没办法我就帮客人去Home Depot又买了一个 这个也正常 所以说买东西呢 一定要擦亮我们的眼睛 这样的话会提高效率 起码不会耽误时间 对吧 然后一会把这灯呢 拧紧就行了 好了 这现在灯呢 就装好了 关一下 开一下 好了 挺明亮的啊 不错 刚才就是灯的问题 对 不闪也没有噪音 刚才又闪又噪音 然后又接触不良 就是灯的问题 可以了啊 OK